主料,钢腐竹150克,钢黑木耳100克,排骨250克,腊肉50克,辅量,油,盐,葱花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各种食材准备好,腐竹,木耳提前泡发。 电饭煲冷锅放入少许油,腊肉熬至腊肉的肥肉透明,酱肉和腊肉是一样的,放入排骨发炒几下,倒入一碗米酒,这个是个人喜好,可以省略,倒入一碗水,又没过排骨,放入腐竹,放入木耳末烧25分钟,使得汤汁充分渗透到菜里,割盐调味,搅拌均匀,最后撒入葱花即可, 烹饭技巧,因为割的是酱肉的缘故,所以没有再放酱油,如果没有的话烧排骨时,可加少量酱油上海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